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中秋节快到了 借着天上的一轮明月 我们来聊一个人 咱们中国人就这点好 很多物像特别的清晰 一说到借明月来聊一个人 大家心里想的应该都是那个人 苏东坡 对吧 它有一首诗嘛 明月几时有 八九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们自小就熟 那这首词它到底好在哪呢 我不知道 关于月亮 其实中国的诗词当中 还有一篇特别有名 春江花月夜 对吧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 共潮生 艳艳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五月明 江流婉转绕方殿 月照花林皆四线 空里流霜不绝飞 听上白沙 看不见 也很美 那这首春江花月夜 可是号称孤篇贯泉堂 哪首好 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想 哪首好 它其实不一样 你看春江花月夜 我刚才念的这几句 你能感觉到如此的富丽堂皇 如此具有那种风盈的宇宙意识 那么多繁复的物像 木天席地向你扑来 太壮阔了 但是它缺一个东西 你发现没有 这里面没人 而苏氏的明月几时有水雕鸽头 它有人 起手第一句就有人 它是一个人在问 明月何时有啊 然后端着个酒杯 它就出来问 向谁问呢 一缕思绪 啪 挑到极高之处 八九问青天 不知天上公缺 今夕是何年 你看这一句已经把那个时空感 完全展开 天上公缺 极远处 今夕是何年 我都忘了是哪一年 那个时间感也展开 但是别忘了 前面两个字 不知 是一个人不知 所以人还在 紧接着那个人就跳出来了 我 我欲乘风归去 悠空穷楼玉 高处不胜寒 人的感受 再接下来到了下雀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过去我们都是人围绕着月亮转 因为月亮是那种亘古不变的天体 它是被人观瞻的 但是你看苏东坡写月亮怎么写 是月亮围着人转的 转诸格低以户照无免 不应有恨 何时长相别是愿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缘缺 此时古难缺 你看又回到人间 最后两句是什么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产军 这就是苏东坡 所以苏东坡这个人 他在中国文化当中 位置特别突出 特别特殊 台湾的蒋勋老师 就问过一个问题 他说都奇了怪了 你说中国这个文人那么多 有李白有杜甫 有欧阳修 可是为什么我们一提到 中国文人的时候 我们脑子里蹦出来的 第一个人 就是苏东坡呢 这为啥呢 你是不是觉得 也有点奇怪 你要说写诗 写诗这玩意儿到宋朝的时候 这诗 这个题材已经白落了 你说写诗 当然是圣唐的天下 那你说干成什么事 对吧 我们这一代人 其实对于干成事的文人 想到的更多的 得是王阳明吧 再次也得是曾国藩吧 他在哪个维度上 苏东坡就成了 我们脑子当中 那个直觉反应 要蹦出来的第一个人呢 凭什么是他 对 其实刚才我对比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和春江花月夜 我就是想摸这个线索 苏东坡这个人 就是因为 他在人间 我小时候 刚知道苏东坡的时候 他脑袋上有一个标签 叫什么 豪放派词人 对吧 觉得他对词这个体材的 最大的贡献 是突然放出了个 豪放派这个东西 但是我到了年岁 好大的时候 我才知道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我上中学的时候 就买了一本 东坡岳府 越翻越不对头 东坡岳府词 大概三百多首 这里面 婉约的 躲着来 真正豪放的几首 你们都守 极少数 他怎么就成了 豪放派词人呢 后来我才明白 是怎么回事 苏东坡是在词 这个题材上 第一个把自己撩进去的人 而不是第一个豪放的人 大家想什么是词啊 词是歌女唱的 对吧 它是什么情境下 会完成词的创作呢 两个文人 我们正在社交 在喝酒 比如说 我跟梁宁老师喝酒 然后旁边 我们雇了一歌女在唱 但是因为我们俩 这个字曲非常高明啊 我们是风雅之士 你怎么老唱一些离词厌曲 我们俩就看不过去 得 你别唱 来 拿张纸来 我来给你写 唱我这个 这个整体提高我们的level 对吧 所以我怎么写这个词呢 我得仿照那个歌女的 那个口径来写 所以婉约 婉约不是风格 是这个题材的要求 它必须得婉约 因为唱的人是个女的 是一个歌女 而且应该没什么文化的一个歌女 所以词这个题材创立的时候 它就这个命 春花秋月 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钟 这几句好像没有什么性别 对吧 紧接着下面 刁蓝玉气 阴游在 只是朱颜改 念到这儿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怪啊 怎么一个好好的皇帝 说自己朱颜呢 红颜呢 温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已将春水向东流 不管李游是不是在写他自己 他都是化身为一个歌女 在写这首词 还记得那个著名的句子吗 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谁的句子啊 欧阳修啊 我老天 当事大儒啊 读十三经的人啊 他怎么搞出这样呢 对 他在伪装成一女的写的 所以婉约 那苏氏来了之后呢 别忘了刚才我们讲的那句话 苏氏在人间 他不管那一套 他上来就跟你大江东区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这女的好像不好唱 对吧 然后他还有什么 老夫疗发少年狂 左千黄右倾仓 紧帽雕球 千计卷平杠 这就是不讲武德 你让一个女怎么唱 他不管 这就是苏东浦 所以我们讲诗和词的 那个体材之间的区别 不是长短句 不是小道和大道 是准不准许表达自己 苏东坡是第一个用词这个体材 来表达自己的人 所以他呈现出一种花枝浪漫各种风格都有的一本《东坡岳父》 虽然只有三百类片 所以他开一时之风气 这是苏东坡 苏东坡 在人间 苏东坡在人间 所以他跟人间的那个连接 就我的知识储备 我很难见到其他的人跟人间的连接有那么紧 我们先说说他的成就 刚才我说了词大概三百多篇 诗不完全统计 应该是两千七百多少 文章更多 文章苏东坡的文集是四千八百篇 然后书法 不错 苏黄米菜四大家 对吧 苏东坡 黄庭坚 米符 菜是谁啊 不是菜经啊 菜香 然后苏东坡的画也非常的出名 这是梁宁老师特别喜欢的 韩石铁 画也非常有名 而且传到今天的也不少 这是苏东坡的文学创作 基本上当时认可的所有的艺术领域 他都有涉猎 那人呢 我们都知道 苏东坡是二十岁左右的时候 跟着他的父亲 带着他的弟弟 父亲苏勋 他叫苏氏 他的弟弟叫苏哲 三个人从四川梅州 来到东京汴梁开封 这三个人还了得 因为这三个人到了东京汴梁之后 当时那一堆大佬 对他们喜欢的不得了 最喜欢苏东坡的人是谁 欧阳修 请注意 欧阳修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那一个人是一支队伍 那个时候的文人 他们都是有辈分的 他们都是有社交网络的 欧阳修代表什么人 叫庆历年间的那一代士大夫 庆历是宋仁宗的年号 那一代什么人 范仲淹 包长 韩琪 富弊 都是那一群人 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 士大夫精神 最强悍的一代知识分子 是这一批人 在提携这两个新道 东京开封的年轻人 这是苏东坡在宋朝朝廷里面 结下的第一层关系吧 那苏东坡一生跟他纠缠不清 甚至互为政敌的人 是谁啊 是司马光和王安石那一代人 那是搞王安石变法的那一代人 好厉害啊苏东坡 提携他的是庆历史大夫 然后跟他一生为仇的 是西宁变法的那一代人 他自己呢 在文学成就上 那就不用说了 对吧 唐宋八大家 他们家占四大 包括我刚才讲的 提携他的欧阳修 再占一个名额 然后跟他一辈子作对的王安石 再占一个名额 八家他占五个 就这样的一个枢纽性的地位 刚才我在上启发俱乐部之前 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说谁是中国历史上 最强悍的linker 就连接者 脱口而出 当然是苏东坡呀 对吧 不光是这样 他那个弟子辈的人也不得了 大家知道 苏门四学士 黄庭坚 秦关 曹卜之 张磊 这其实还只是苏门前四学士 还有一个叫苏门后四学士 其中最著名的李格飞 李格飞是谁 李清照的爸爸 所以他这一脉文脉 是一直流传到了南宋 就是一个超级大节点 哎呀 你就想 这世界上又有这么一个人啊 如果我们不知道苏东坡的事 就是提拔他的人是欧阳修 挤得他的人是王安石 他们一家子是唐宋八大家 他的学生都那么有名 因为他自己会写诗 搞得他老婆也那么有名 他老婆死了十年之后 他写了十年生死两茫茫 江城子 还那么有名 他的妾都那么有名 朝云嘛 是不是中国文化的超级节点 你找不出任何一个中国文人 他能够扯皮拉筋扯出来 这么多中国文化元素 别着急 还有苏东坡在空间上 家在西边 当太守在杭州 在东边 往北到过登州 徐州当过太守 往南一路扁折 到了广东的惠州 到了海南岛 然后在中国的中间这个地方 在黄州 在赤壁 搞出了赤壁怀骨 搞出了赤壁赋 在庐山留下了那么多诗篇 哇 整个中华大地 在千年那个世纪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被他一个人点花了 厉害不厉害 所以我曾经做过一个思想实验 就是 我就假设 比如西方哪个国家 要让我去办一个中国文化展 怎么办 比如说就给我这么一个屋子 比如四十多平米 我想可能最合适的办法 不是往里面堆内容 因为房子太小了 我可能就在中间 给他立一个苏东坡的像 然后不是四面墙吗 对吧 一面墙 我挂上苏东坡的各种艺术作品 就算是把中国的艺术给交代了 一面墙 我写上苏东坡一生打交道的人 从女人 歌迹 文士 包括和尚的朋友 基本上把中国的社会结构 也就能介绍 还有一面墙 因为装了个门 所以这面墙小一点 我可能画上几盘 什么东坡肉 东坡肘子 东坡豆腐 东坡鱼 顺便把中国的美食 也就能介绍了 所以我们回答刚才蒋群提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提到中国文人之四个字 我们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人 就是苏东坡 就是因为他在人间 而且他连接了这么多中国文化的要素 他几乎就是中国文化的图腾 太厉害了 他的性格有那么多面 有一句话 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抄自己的小本上了 今天我给大家念一下 这是林语堂先生 在那一版的苏东坡传里面 披头对苏东坡这个人的评价 这段话我特别喜欢 他说 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一个百姓的朋友 一个大文豪 大书法家 创新的画家 造酒的试验家 一个工程师 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 一个瑜伽修行者佛教徒 具如政治家 一个皇帝的秘书 九仙 厚道的法官 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雕的人 一个越野的徘徊者 一个诗人 一个小丑 但是 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 苏东坡让比其他的诗人 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 变化感和幽默感 智能优异 心灵却天真的像个小孩 这种混合 等于耶稣所谓的蛇的智慧 加上鸽子的温存 这是林玉堂对于苏东坡的评价 我就问 你服不服 一个人混成这样 但是苏东坡 他混成这样之后 我就为难了 因为我今天晚上的使命 是要跟各位聊苏东坡 这个时代 谁愿意听一篇表扬稿呢 他处处都那么出色 他出色到什么程度 他没仇人 这太要命 对吧 他但凡有个仇人 咱还能说点故事 说点是非 谁对谁不对 他有一句话 他说 我这人啊 尚可陪玉皇大帝 下可陪悲田怨起儿 就是你比皇帝还高一个 我陪你也没问题 你就是个乞丐 我跟你聊这天也没问题 眼前见天下 无一个不好人 谁都好 他这辈子被人挤得成那样 跟谁都没仇 咱就没法往下聊对吧 所以这是 我这是给自己出了一个 特别特别大的难题 居然要选在今天 去借着月光去聊苏东坡 但是为什么又敢聊呢 这是因为最近看了一本书 也是今天我们所有到场观众 我们送给大家的那本书 苏氏诗讲 上海复旦大学的朱刚教授的一本书 但这本书 虽然我们拿到的是很新的版本 但这本书在课堂上 已经被朱刚教授打磨了很多年 虽然苏东坡的书 传记文集 我读过很多 从中学时候就开始读 但说实话 这本书还是给我震撼最大的 借着这本书 我参详出了一个 全新的苏东坡 心在哪儿 就是原来在我的印象当中 苏东坡太完美 但是我读这本书 我突然在苏东坡身上 我读出了两个bug 巨大的人生bug 第一个bug是什么呢 是他这一生高开低走 关于中国古代文人的命运 其实我们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你比如说一辈子就混得特别好 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样的人有没有 有 太少了 我知道的就两个 一个是王维 一个是高氏 唐代的边塞士人高氏 高氏是解读士 大官 王维尔当到丞相的 这两个人好像没有受过什么磨难 生下来的中国的文人呢 基本上都有问题 比如怀才不遇的 就有过机会 但是后来机会都擦肩而过的 比如说李白啊 李商隐啊 都属于这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一辈子都没过机会 像李赫呀 对吧 还有像这个 李赫 杜甫 杜甫其实就一辈子也没有过什么机会 还有的呢 大起大路 像王安石啊 像韩玉啊 都是 苦读 十年寒窗 然后一点点往上爬 爬到高处的时候 啪又摔下来 然后又大起大落好几回 这样的命运我们都见过 但是我们唯独没见过苏氏这样的命运 四个字 高开低走 它高到什么程度啊 我们讲 1056年 他跟着他的爸 带着他的弟 从四川 梅州 来到东京边凉 刚开始 就被欧阳修这一代人觉得 哇 青年才俊啊 得提拔呀 得栽培呀 刚才我说 庆历 士大夫那一代人 看见这两个小伙 栽培 栽培到什么程度 考试嘛 对吧 进京赶考嘛 欧阳修主持考试 然后苏氏就写了一篇文章 写得好 漂亮 但是欧阳修拿着这文章 就其中用了一个典故 欧阳修就看不懂 说我这么大学问 我怎么没见过这典故呢 哪来的 虽然给卷子判了高分 但是后来呢 还是抓着苏氏问 说这个典故我不知道 你告诉我出处 苏氏说 好 这个 这我编的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你猜欧阳修有什么反应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苏氏其人 此人可谓善读书 善用书 他日文章必读步天下 这是不是又是不讲武德 明白人作弊 你看这个老头 这宠溺后辈 就到了这个程度 那考取进士之后呢 其实在宋代还有另外一种考试 叫智科考试 就你是官员你还可以考 中了这个 那真是光宗耀祖 但智科考试特别难 整个北宗考取智科考试的 大概也就几十个人 然后苏氏苏哲兄弟俩 都报考了这个智科考试 当时朝廷的大宰相是谁啊 韩琪 韩琪就特别生气 说太不要脸了 今年智科考试居然有33个人报考 你们知不知道这一次 苏氏苏哲两兄弟都报考了 要脸不要脸啊 敢跟他们俩竞争 现在的年轻人太不知道自重 这就是韩琪当时的大宰相 后来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呢 苏哲兵了 本来考试的时候就是八月份 韩琪大比一挥 他俩有一个不参加考试 这个考试还有什么意义 改 改到九月份 等他并好 这俩兄弟 告诉你啊 二十岁 就二十岁 在开封就混成这样的人缘 不只是这帮臣子啊 当时的宋仁宗 宋仁宗看了他俩的文章之后 屁点屁点回到后宫 跟自己媳妇说 说今天不得了 无畏子孙收获两个宰相 这是皇帝的评价 我为我的子孙 后来的皇帝 收获两个宰相 所以我看到这些史料之后 我心里都觉得 是不是当时朝廷上 就是所有人都希望 就是有点像我们在 看这个娱乐新闻的时候 起哄 对吧 一个金童 一个玉女 在一起 在一起 就是老想留下一段佳话 我是觉得 那个时代的 清理士大夫和宋仁宗 就有点这个心思 你想 对吧 兄弟俩 从四川来 神秘的四川来 然后文章又写得好 人与儿友好 满朝士大夫都接受 你说我们这帮老头 我们把这年轻人好好培养 多年之后成为兄弟宰相 是不是宋朝的一段佳话 我觉得大家都憋着 去塑造这么一故事 坦率地说 我读了这么多历史书 我没有见过 任何一个中国文人 他的起点是这么高 但是 这是1056年的事情 1071年 后面的政局变化 王安石变法开始 宋神宗上台 叫西宁变法开始 开始政界 朝廷里面就开始分边了 然后苏氏和他的爸爸 和他的弟弟 就站到了保守派的那一边 然后就被清除了开封 大家算一算 他们从进入开封 到被清除开封 这中间一共是15年 但这15年 他都在开封吗 其实也不是 因为苏荀 就是他们的父亲 这个时候去世 他得回老家 守治三年 回来之后呢 母亲又去世 又回老家 守治三年 中国文人嘛 这是基本的理数刚长 对吧 这就六年 所以这兄弟俩 真正在开封 享受那个春风得意 马蹄急的那种生活 那种超级明星的生活 小鲜肉的生活 其实不足十年 那然后就是一生的坎坷了 所谓高开低走 一生的坎坷 那这种坎坷 当然原因就是因为 万安石变法 带来的北宋朝局的巨大的变化 苏东坡这个人 包括苏哲 这两个人在当时 北宋的政治图仆里面 当然属于保守派 就是司马光这一派 是反对万安石变法的 那你要去看相关的历史书 或者是论文 大家基本上都说的是政治观点 但是我今天特别想告诉大家 万安石变法 之所以把北宋政局 弄得那么乱 不完全是个观点问题 它背后有交筋的成分 交个什么筋呢 我一讲你就明白了 这根子是出在宋仁宗 宋仁宗没儿子 没儿子开玩笑 你我没儿子行 你皇上没儿子行吗 所以满朝大臣就逼他 你这努力啊 你下了班回后宫干什么去吧 这宋仁宗时间也挺长的 就回后宫一直努力 一直无效 所以没办法 这大臣说 那你得想份儿弄啊 宗室当中哪个孩子还不错 你领到宫里 当干儿子养啊 万一你这实在结不出果 那不就当你的接班人吗 宋仁宗一想也行嘛 一边努力 一边不耽误养一干儿子嘛 所以就领养了一个宗室的孩子 这个人叫赵淑 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领经宫 但过程当中 你可以想象那个证据的繁复啊 比如说努力 哎呀 一个妃子怀孕了 跟赵淑说 孩子要不然你回家去吧 一生下了一男孩 哇 我有儿子了 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医疗手段 这孩子经常会夭折 这种事折腾了几十年 你就可以想见 这个后来继位的宋英宗赵蜀 那个心态 极其地扭曲 所以一直都折腾到最后 宋仁宗也没有儿子 这个赵蜀就积了位 这就是宋英宗 这段话大家不要烦啊 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历史 然后宋英宗呢 时间不长 折腾了四年也死了 然后他的儿子宋神宗上台 所以宋神宗为什么一定要搞改革 大家想想 为什么 我爹太窝囊了 我可得干个好样的 给我爹争口气 证明我们这个叫宗室旁之入城大同 我们这一支是能干活的 能为天下百姓造福的 能让大宋朝廷行生的 所以宋神宗是带着这个劲儿 去发动整个王安石变法 而宋神宗活的时间也不长 折腾了这么十几年 三十八岁家崩 然后被宋朝廷就开始了 基本上是这么个模型啊 我不跟大家讲具体的 就这么一个模型 老皇上一死 然后太后执政 太后执政 皇上胡来 把保守派请回来 改革派撵走 太后也死了 皇上亲政 宋哲宗 皇上亲政说 我要替我爸 争口气 又把保守派撵走 把改革派撵回来 就这么折腾了好几轮 所以整个这个政局 我们简单说吧 说白了就是 我要替我爸争气 和你别给你爸丢脸 就这么两派 所以整个王安石变法 就是这么皇家内部的 两口气在动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改革 对吧 是实事求是的 有利于GDP的 我们就接受 不利于GDP的 我们就不接受 没有那个客观指标 全部是宫廷 父子 夫妻 母子 几代人 互相之间的一个较劲 我得替我爸争口气 瞧你爸那样子 就这样争 那争到后来 整个北宋朝廷上 已经是乌烟瘴气 你知道这种 只要是战队分波 到最后 没有真理可言 所以如果你还试图 在王安石变法 这个过程当中 试图分明白 谁对谁错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痴心妄想 呸 不可能 到最后 全部是义气之掌 我们知道 有一个人叫宋徽宗吧 有名的那个昏君 对吧 但是宋徽宗上来 第一年的年号叫什么 叫建中敬国 这意思几乎是跪下来 求大伙了 我不偏不倚 我建个中行不行 不闹了 进国咱平静一点行不行 当然 宋徽宗自己就是一个玩闹的性格 对吧 然后他既不能建中 也不能进国 所以这个年号也很短 只用了一年就废掉了 我之所以要把这个政治背景 跟大家交代清楚 是希望你能感知到 苏氏在这一生的过程中 在1071年被撵出朝廷 一直到他65岁去世的时候 他的那个生活的大环境 没得救 他只要站队站到保守派那一边 他跟皇帝之间 已经不是一个 说你的观点对还是错 通过漫长的时间 我们可以实事求是 通过执政的政绩 来够检验的一种政策路线 不是的 根本就不是 可以商量的一个逻辑 全部是斗气 哎呀 这个斗气就不好办了 我们都知道 苏氏人生当中 有一轮大劫难 叫乌台施案 乌台就是御史台 因为西汉的时候 御史台那个院里呢 有几棵大柏树 大柏树上 集了一群野乌鸦 所以以后 历朝历代管御史台 就叫乌台 所以御史台抓的 主抓的 苏氏的施的案子 就成为叫乌台施案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 能成一个大案子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王安石变法 其实是分前后两段 在宋神宗时代 前一段是王安石主持的 叫西宁变法 后来王安石 干不动了 下去了 宋神宗自己跳出来干 这一段叫原封变法 前后两段 那第一段 王安石干的嘛 苏氏又不再开封 天天写个诗 这儿不好 哪儿不好 各种嘲讽 对吧 但他就没有料到 等皇上自己开干的时候 有人把他的诗集 呈上去 皇上一看 这说谁呢 这是 不像是说王安石 这不是说我呢 文字语就开始了 这就是乌台施案 乌台施案 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非常的不宋朝 因为我们都知道 宋朝非常礼待史大夫 当时苏东坡是在 江 不是江苏 当时没有江苏 就是在胡州太守的任上 就被几个公差 直接铁链锁拿 当时的史料说 这个简直叫 秦一太守 如屈犬鸡啊 就跟碾狗碾鸡一样 就把苏氏给拎走 到了开封 关在御史台的大狱里面 开始审 审了前前后后 一百零三天 每天就是拍桌子问他 你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当时怎么写的 然后这个历史啊 真的特别善待苏东坡啊 整个这一段案卷 全部留下来 就这本书 叫乌台施案 所以这是 既是研究中国诉讼历史的 一本极好的史料 也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 一段史料 你想哪有一个作家 那么有幸 有那么几个人 一百零三天 拍桌子问他 这段到底啥意思 没有那个作家 有这样的机会吗 只有苏东坡 有这个机会 而且记忆力特别好 几十年前写的 一句话问 遍言之语 都不带错的 那为什么要讲乌台施案 是因为这是他人生当中的 至暗时刻 什么羞辱啊 这些东西 都无所谓 谁还没被人骂过呢 对吧 这无所谓 是苏东坡那个时候 是切切实实地 在鬼门关边 走了一早 我们不说事实啊 因为事实最后也没啥的 对吧 他在心理上 经历过这样一个事实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 特别有趣的 一个乌龙事件 当时他被抓到牢里之后 他的长子叫苏迈 然后父子俩就做了个约定 那个时候牢里没有食堂的 都是家里要给送饭的 每天送饭 苏迈就每天给他送饭 然后他俩做了一个什么约定呢 说如果对你不利 就是可能朝廷要杀你 我就给你送鱼 如果没这事 一切平安 咱们吃肉 约了这么一暗号 家属人跟犯官是见不了面的 所以通过这个暗号 然后有一次呢 这个苏迈 因为家里 你想当官的爹抓起来了 一个年轻人 苏迈那时候很年轻啊 渐渐的家里就没钱了 苏迈就没办法 要离开开封 去到亲戚家去借钱 然后就把送饭这个事呢 委托给他们家一远房亲戚 但是临走的时候 就忘了交代这事 然后好死不死 这个亲戚就送了一条鱼进去 哎呀 大家想想如果是你 当天什么心情 苏迈知道自己要死 所以写了一些诗 这是其中的一首 给大家看这一首 其实主要是第三连 事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 独伤神 与君适事为兄弟 更结来生为了音 绝笔事 写给他的弟弟苏折的 来生再见吧 这就是乌台事案 所以乌台事案结束之后 苏氏被放出来 然后折腾了 又是什么流放黄州啊 又是流放海南岛啊 这些事对他来说 他是死过一遍的人了 那真是脱胎换骨啊 风格也变了 文学成就也大了 艺术创作也进入 另外一个境界了啊 就是因为他死过一遍 人生至暗时刻 乌台事案结束之后 他被放出来了 放出来 然后去黄州 黄州当什么 大家知道那个官 叫团练副使 很多历史书还假装懂 说团练副使 就是现人武装部副主任 没那事了 宋代的官制极其复杂 所谓团练副使呢 这是唐代的一个官制 在宋代 这只表明你的一个级别 没有任何职位 也没有任何事物 准确的说法 叫安置黄州居住 这个词搁在清代的 这个刑法系统里面 叫什么 叫交地方官管束 就把你扔到黄州 地方官管起来 这个人 这是个贩官 说实话 就是流放 或者说徒刑的 另外一个名称 只不过他是官员 给他一点面子 还有一个官职 仅此而已 我在读苏世史讲 这本书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刻 我意识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还把我吓住 因为我们看中国文人的 一生的大起大落 一会儿被贬折了 一会儿被起伏了 一会儿升官 一会儿降官 老觉得这反正不就是 那个时候的政治 和官场游戏吗 没觉得是什么 但是有一次 我读苏世史讲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它里面提醒了我们一件事 就是苏世那年多大 42岁 而那一年宋神宗多大 31岁 哇 我在想如果是我 我心态可能会崩 就是大领导不喜欢你 大领导比你年轻十几岁 这辈子可就完了 所以苏东坡苏东坡 东坡这两个字怎么来的 就是他在黄州住的时候 东边一片山坡上 那时候穷嘛 开了菜园子 自己种菜 补贴一点家用 就这么来的 就他已经沦落为 那个社会的底层 而且在他的心态里面 是翻身无望 各位我们 闷心自问 带入一个 带入一下 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感觉 被朝廷扔呢 大领导不喜欢你 他不喜欢你 不是因为你怎么样 是他要替他爹拔粪 你挡他的道 这就是苏东坡当时 面对的处境 这个处境 当然后来有变化 后来因为政局的反复 他有时候贬折 有时候起伏等等 我们不讲 但是总体 苏东坡就一直在往下滑 他那个命运 一直在往下滑 滑到什么程度 就是以我们 当代人的观点来看 大领导不喜欢 那躺平呗 大不了就躺平呗 想开点 我跳广场舞去行不行 对苏世连这个选项都没有 为什么 给大家讲一个情节 他59岁的时候 被贬官贬到哪里 今天广东的惠州 他在惠州呢 刚开始 你看地方官呢 地方官也挺为难的 对吧 因为苏世算个网红 所有人都知道他 所有人都喜欢他 地方官也为难 你说你对他好吧 你对他好 你做给谁看呢 皇上听了不高兴的 所以又不能对他好 又得折腾他 但是又得关照他点 所以苏世到任何一个地方 他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没地儿住 好不容易弄了一个地儿 那地方官说 你搬 你搬 就老折腾他 但是他到惠州的时候 你想那个时候的广东 基本上也就到地方了吧 再往南就往海里赶了 所以他觉得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然后他一看呢 搬来搬去 他说我要不自己造一房子得了 然后他就买了一块地 买了一块地叫白鹤峰 这个地方 一个山脚下 买了块地 把地生的积蓄就拿出来 买了块地 造了房子 他那个时候家小在哪呢 还不在这儿 在常州 然后写信 跟儿子说 得了吧 全家到这儿来团聚吧 就全部搬来 这一年他多大呢 他六十了 对那个时代的人 一个六十的老头 而且已经天高皇帝远 已经撵到海边了 是不是到位了 所以他在那儿就准备 了此残生 但是就当他把房建好的时候 朝廷一直贬折 房建好了吧 该走了 把他贬到了海南 那为什么呢 朝廷怎么下手就这么准呢 咋就知道他建了房呢 而且知道他正好建好了 就让他搬呢 有道理的 他当时在惠州写了一首诗 就这首 白头消散满双风 小阁腾床即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经中 一首小诗 我在这儿 我挺好的 我经常还睡个午觉 春睡美 我之所以 给大家看这个细节 是苏东坡 没有意识到一件事 这个事儿 真是我们这代人 太熟悉了 那个话怎么说的 叫时代 要落下一粒灰 对吧 落在你头上 就是一座山 苏东坡 就是没搞清楚 自己在什么时代 那跟我们这代人 是一样的 那个叫印刷文明 起来的时代 宋代有了印刷书 大规模的 诗文的印刷成本 迅速降低 绝不会出现 一首诗 出现了之后 所谓长安 洛阳只归 这再也不可能出现 因为宋代的印刷 太发达了 包括苏东坡 出了名之后 那杭州那一带 以他的名义 编的畅销书 多着呢 所以苏东坡 他没有意识到 这一点 他还以一种 汉唐那个时代的 文人的方式 来写作 他写着一首诗 用不了几天 开封那边就知道 他这个幼稚 跟我们今天的人 动不动把自己家里 发朋友圈 是一个道理 他没有意识到 这个问题 他屋台诗案 也是这个问题 他以为骂完人 骂完就骂了呗 对吧 然后拿诗 把它记下来 他哪知道 有御史在开封 盯着搜集呢 天天看他朋友圈呢 所以他报道先生 春睡美之后 朝廷的人就知道了 不能让你太美 您往南边栽挪挪 这就贬到了海南 而干这件事情的人 现在有野史 说就是他年轻时候的好朋友 后来的变法新派的大佬 叫张敦 张敦在历史上 是一个有名的小人 跟苏东坡年轻时候 关系那么好 苏东坡早就看出 这人不对头 这人胆大 将来会杀人 就是这个张敦 挪动挪动吧 又把他贬到了海南 好 这是野史啊 我觉得不足信 但是 如果你是当时 在开封的 变法的新派人物 你会怎么看待苏东坡 当然不可能 让你安居的 你不是阿猫阿狗 你是苏东坡 你是网红 你天天在那写 天天发朋友圈 我但凡 让你在一个地方待住了 你一定呼朋唤友 你一定不停地写作 你一定形成一个新的枢纽 所以你从朝廷执政者 那个角度 我们刨开道德因素 我们就从纯粹 从执政的技术上来讲 就这么一个问题人物 你能让他待住吗 你是不是动不动 就得让他挪挪 我不能让你形成稳定的 可以生产危机朝廷执政的 政治势力 和关系网络 这是苏东坡一生 高开低走的人生悲剧的 那个底色 所以你看 这个底色是由技术性支撑的 是因为印刷术发明了 带来的这么一个 悲剧性的人生底色 所以他只好 去了海南 这是不是苏东坡人生的 一个大巴格 那个技术变化 他并不知道 然后他如此高开低走的人生 品尝了人类 不是人类 就是中国人历史上的 最奇特的一杯苦酒 如果换成一个人 我本身也是苦出身 一点一点往上爬 倒也怕 二十多岁到开封 就被人认为是宰相的种子 然后一辈子就这么往下处理 这个谁谁受不了 连躺平都不行 不停地被折腾 那我刚才说了 读苏世史讲这本书的时候 我还意识到 苏东坡人生当中的 第二个巴格 这个巴格可能就更有意思 我突然发现 苏东坡这个人 没原则 作为一个艺术家 需要什么原则呢 对 他一生没有原则 你看一个人 一个知识分子 你是说支撑起我生命意义的 大概也就是这么两件事 要么 我能干成一番事业 无灾无难到宫清 一直在官场上提拔提拔提拔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呢 我如果心里有一个清晰的原则 我就守护这个原则 也能过这一生 陶渊明不就是吗 陶渊明一生的原则就叫 我不跟你们混 不为无斗米折腰 就守这原则 我在这怎么穷都行 我儿子傻 没事 我挺着 靠这种和这个 当时的社会那种 对抗情绪 他守住了一个原则 这是生命意义的很重要的来源 所以中国的士大夫 从来都是讲 不为良相 就为良医 我当良相 我能为天下苍生 我来操持一番事 如果不能呢 不能我就守住原则 我有手艺 我造福相礼 我当一个医生 我也挺好 这两头 你要是一头都不靠 就很麻烦 你看我们对比一下王安石 王安石这个人 他不仅有事业 而且有原则 王安石事业做得很大 变法的领导者 宋神宗 至少有一段 是宋神宗 非常福气的一个老师 事业做得很大 另外原则性很强 王安石最著名的那句话 就是什么 三不足 天变不足位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序 去他奶奶的 我要变革 你们说的都不对 所有供上神坛的 我全要拉下来 你看这也挺好 人一辈子 你看他守这么一件事 内心有一种小倔强 他也能过得挺好 哎呀 你一看这个苏氏 他慕有 你说他是反对派吧 他其实反对的 根本不是从什么原则出发的 他就说 哎呦 老百姓挺苦的 你不要搞变法了好不好 对吧 然后司马光说 把新法禁费 他又跑去跟司马光讲 哎呀 也不是说都不对吧 你都废了呀 他就这么个人 他干所有的事情 不是处于一个清晰的价值观 和世界观 来决定自己的行为逻辑 他是一个艺术家 哎呀 这就挺惨 包括他很多东西 都是处于极其朴素的人间直觉 比如说他刚开始反对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还没变呢 他又没啥原则 都凭啥反对呢 原因很简单 欧阳修反对 他说欧阳修提拔的 一伙人 我们关系挺好 天天喝酒 你们骂 我还跟着说两句 他说这么个人 苏东坡没有原则 不是我在黑他 当时人就是这么说 当时人就是这么说 还记得我前面提到 他们兄弟俩人 跑到东京汴梁之后 曾经参加过一次 非常重要的 叫智科考试 我前面讲的 智科考试非常难 在宋代的时候 真正考过的人 大概整个宋朝 就几十个人 他难在哪呢 首先第一关 一般人就过不了 他要求你一个人 提交五十篇论文 提交五十篇论文 供审查 他其实是把一个 年轻士大夫 你所有的见解 给逼出来 五十篇 吓死人 一篇三千字 所以你为什么 在今天的苏氏苏哲的文集 里面能够看到那么 齐整的一篇一篇的论文 就是这会儿编出来的 那真是 这两口子在东京汴梁 旁边一个村里 编一年 可能互相之间 我替你写两篇 你替我写两篇也有 编出 各五十篇 一共一百篇论文 这一百篇文章 是中国散文史上的 重要的著作 你既然是五十篇 它非常齐整 你比如说苏氏 它里面什么刘侯论 秦始皇论 等等 非常齐整 历史人物评价一遍 十三经 很多经书 评价一遍 对当时一些执政难题 来出一遍主意 等等 非常齐整 看起来特别像是 今天人写的一个 叫著作 特别像今天一个 想凭终生教职的 副教授干的活 别一年 但是 你去看苏东坡的 这五十篇文章 格式很齐整 但是哪哪不挨着 就是你都没有办法 从中总结出 说这个人有个啥思想 你看我们这代学者 做文章 对吧 做学术 总体你苏东坡 苏东坡的思想是什么呢 你发现 很少有人研究这问题 因为没法研究 苏东坡没思想 他至少没有一个 叫一以贯之的思想 没有 你作为一个学者 一个著名的文人 你说你没有一杆旗帜 这个事不好弄哪 对吧 孔老夫子 2500年前就懂这个道理 孔老夫子不讲吗 无知到一以贯之 中数而已 就你理解我的学说 就俩字 一个是中 一个是数 中道和数道 就可以刚举目掌 你想想王阳明 是不是 你有学说的人 你天天写字的人 没原则哪儿行 苏氏就这么个人 所以他兄弟俩 虽然他考得很好 知科考试 兄弟俩都重了 但是王安石 就给他一句评价 他说 耳方上哨 已能博考群书 而深言当事之物 才能知义 智力之强 义足以观义 好话 对吧 表达一对 学问不错 小伙子 其实续于大理 乌将视而从政之才 好好干 将来 在政治上有机会 好话 接下来 阴阳怪气就开始了 服侍之强学善词 必知药 然后不为于道 则耳所闻 而守之以药 则将无师而不称义 可不免在 文言文 我解释给大家听 就是说 你学问很好 但是呢 你目有要点 就这么一段 这个要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 要这个字形 你看 就是一个人插腰的意思 就告诉你 这个部分 主干 就这人没主心骨 你给我看了五十篇文章 你没主心骨 就这意思 这段话谁写的 王安石写的 王安石是代表朝廷 给他这五十篇论文的 正式的批语 是这一段 但是王安石在私下里的话 说的可就难听 王安石有一次 问另外一个大臣 叫吕公主 吕公主不得了 吕一简的三儿子 就问吕公主 说那个苏氏 写那五十篇论文 你看了吗 吕公主说 我看了 不错呀 王安石说啥呀 不错 然后说了一句话 金公曰 金公就是 王安石 金公曰 全类战国文章 若安石为考官 必处置 这什么呀 我是考官 我肯定不让他录取 为什么 这篇文章 都是战国的那个文章 什么意思 就是文采很好 煽动力很强 但是 专检对方爱听的说 一点主性骨都没有 还是这个 你无要啊 没有重点呀 没有原则呀 哎呀 这就是 苏东坡这个人 一生的问题 我估计 他临死的时候 你拉着他老人家 自己问 你说说你说说 你这辈子有什么 原则性的观点 我觉得他自己也说不出来 那你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bug呢 想想我们这代人 就明白了 各位 你们谁有原则 是不是咱都没有啊 或者 这么一问 有点愣 我得现想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代人 生活在那么庞大的 知识密度的轰击当中 那么快的知识更新当中 你要有原则 你就坏事了 有一个词叫 功能性文盲 什么意思 就这人 认字 也能读书 读书量还可能不小 每读一本书 都是为了论证 自己原来说的是对的 这种人叫功能性文盲 我身边 我见过好多这样的人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 哪能形成封闭性的观点 你看我们今天 讲的这叫什么 启发俱乐部 这是我的追求啊 我原来说的不对 我被外面的一个东西 击中了 然后我产生了新的 对事情的看法 这就有启发呀 所以你逼着苏东坡 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大的才情 那么大的艺术感受力 涉猎面那么广 每一天做各种各样的 小世界的创作的人 你非逼他有一个 一生的原则 怎么可能 所以这不是咱们在黑的 苏东坡在这个方面 他的处境更像我们现代人 对吧 就像王朝哥导演 王朝哥导演 昨天晚上在启发俱乐部直播的 我去请他来启发俱乐部的时候 我就看他跟他的助理在聊天 他们俩经常会对一下眼神 然后诡秘地笑一下 说一句话 说什么 咱这是不是又耍流氓 什么意思 他后来跟我解释 他说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暗号 就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 在重复自己 他认为抄别人是耍流氓 抄自己也是耍流氓 但艺术的人他必须是这样 我完全不能自我重复 我下一个干的活 一定是我此刻想破脑袋 也想不出来的那个新主意 这才叫创作 苏东坡一样 所以你找这样的人要一生一以贯之 无之道 他怎么可能有 但是如果没有呢 你把这两个bug要是拼一块看 它是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你会发现一个人 会丧失意义感 苏东坡一生当中 这两个bug 事业线高开低走 价值观一片模糊 这人怎么能有意义感 他活着怎么办 我们不说苏东坡 我们就是 说说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 现在其实也符合这两条 我昨天就看见一个调查 对中国的在校大学生 做了一个调查 有50%以上的大学生 认为自己就业十年内 会年薪百万 虽然他们的人生 不见得高开低走 但是在理想上 一定是高开低走的 对吧 我们这一代人 其实不是吗 尤其像我这个 都人到中年的人 那年轻的时候 改变人类 贡献世界 对吧 我身边有多少人 越走越出流 越走越出流 你现在可能最大的理想 就是国庆节 那么不加班 我们生孩子也是这样 刚生出来的时候 哇 这个将来我好好培养 得是个什么样的天才 对吧 现在到了初中的时候 这个星期老师不叫家长 就不错了 因为这个高开低走 让人的那个异议感的丧失 和导致我们人生的这种沮丧 它是伴随我们这一生的 我们这一代人 没有中国古人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 传统社会里面那样 我越老我就越牛 越老我知识越多 越老我权威 和社会地位越高 哪有这个 现在是越老越出流啊 一旦退休 你脱离社会合作的话 非常恐怖的 就那种 我们这一代人 就是这个问题 就事业性高开低走 苏东坡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苏东坡没原则 价值观一片模糊 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啊 我们七零后一代啊 我不敢说在座的各位 你们可能有的人 比我年轻很多 我们当年价值观 一点也不模糊 我94年来到北京 此后十年 价值观极其清晰 只有一件事 一定要买上房 我还记得我当时 从北京站下来 一个人徒步走到朝阳门桥 看哇 万家灯火 没有一个火是我的 我为了要在北京扎下根 我一定要想法买上房 但是当时的房 哇 好几十万 怎么可能我这辈子 能挣好几十万 很绝望 但是他有笨头 买房 2004年我买上了房 你看人生非常清晰 虽然不高尚 但是清晰 清晰人就有意义感 因为你会在买房 这个目标上面 挂自己的好多理由 我要把我爸 接到北京来 我才算是在北京安了家 我给安徽人争口气 你自己往上挂意义 没问题 但是没有这根主干 很可怕 可是今天我们的年轻人 就有点问题 对吧 什么内卷啊 躺平啊 什么逃离北上广 就这些社会思潮都在翻滚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有钱了嘛 相对来说生活富足了 去年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金 这个大贯 那吃饱喝足是最大公约素 吃饱喝足之后 人的想法就开始变得不一样 所以你说找一个人要原则 要想法 要梦想 而且这个梦想还得社会都认同 确实是挺难的 昨天我听见一个朋友讲 他专门做大学生调查 到一些日本学校去调查 问一些大学生 你毕业了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好工作呀 这大学生回答 不要跟我谈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 说什么 找一个好工作 在你们这一代人这儿 叫虚无缥缈 我还没跟你聊哲学呢 他说对啊 什么叫好工作 世界上有好工作吗 进了大厂不也996吗 什么叫好工作 工作就是不好的 当然我在这儿说这个 我没有丝毫意思 说现在年轻人没出息 没有这个意思 他根子在哪儿 就为什么说 我们的价值观 建立一个意义和原则 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实际上是一个 现代人的困境 只不过苏东坡 特别像我们现代人而已 这困境在哪儿 自从现代化之后 我们的所有的愿望 都在被外包 都在被外包 前不久我看到一句话 英国诗人埃略特说的 埃略特真是一个 英文世界最伟大的诗人 三十年代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现代化的系统 如此完美 以至于没有人 需要努力成为更好的人 这句话特别有哲学意味 就这个系统完美到 我们可以不像个人 大家想 构建美好生活 我们的心中会散发很多欲念 对吧 我要吃更好的 那一个传统人怎么办 比如苏东坡怎么办 自己做东坡肉 现在我们用吗 打开美团外卖 被外包掉 系统如此完美 我不需要努力 你需要居实好 苏东坡在白鹤峰下 买地自己设计 自己造房 我们现在不用 有钱买豪宅就是了 物业管理好得很 你说 你想幻想 戴上VR眼镜 你说你想尝试什么叫热血 那请问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 你选哪一款 一切都有解决方案 而且是系统的 无论你心里冒出什么样的念头 都有人说 来 购买我的解决方案 是最好的 系统如此完美 以至于我们不需要努力 所以不是现在的 我们这一代人说 没出息 不愿意 有理想 有分都不是 有一个词 这词太扎心了 叫道德外包 美德外包 就是我们不需要有美德啊 我们只要有钱 这个世界就承诺我 可以外包掉 我不需要成为更好的人 我们就说 我们作为一个动物吧 一个动物 这辈子你完成求偶 这事 是不是老天爷给你 设的基因 这一个片段 总是你作为一个人 该有的吧 但是我们今天 也有人要外包啊 要相亲吗 姑娘 有婚戒所呀 所以有人最近不是 说了一俏皮话吗 说什么叫婚戒 组织的相亲 是吧 就是让一个 谁都搞不定的男人 去搞定一个 谁都搞不定的女人 就是这种通过奋斗 通过这种自己的胶着 然后找到自己人生的另一半 就这一件事情 居然商业系统 也敢给你开出解决方案 这是这个时代的荒谬之处 以至于我们 似乎不需要自己努力 变成更好的人 所以苏氏那一代人 他的没有原则的问题 在我们这一代人 就是变成更加的刺目 所以 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 迎头碰上了 苏氏那一代人 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越往人生的深处去走 我们的意义系统 崩溃的风险就越大 既没有一个大的 宏大的 甭管你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还是为买房 把老娘接到城里来 不管是什么 就那种亢奋的时代 正在远去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念头 每个人对自己的念头 也未必打得起十分的精神 每个人对自己的念头 是不是被别人能够认可 他心里也不知道 自己的偶像突然被抓起来了 一帮小姑娘就疯了 不知道自己 那个很荒谬嘛 因为他那个意义系统太小 太碎片 那还是回到苏东坡 苏东坡给我们演示了 同样的 我们现代人也在面对的 就是意义系统崩溃风险 极大的一生 他也是事业线高开低走 也是价值观 一片模糊 好了 问题来了 苏东坡是怎么解决这两个bug的 他之所以伟大 他这两个问题他解了 我读这本书 我还真读出了 苏东坡独家的两个解法 第一个解法呢 我们经常会提到苏东坡 我们都讲这个人乐观 这个人旷大 这个人似乎不在乎 对吧 凡事洒洒水了 无所谓了 啥情况都乐得出来 是吗 不是 苏东坡不是这样一个人 苏东坡是一个极其深情的人 极其深情 我们几乎应该都读过 苏东坡那个首《江城子》吧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分 无处化其量 纵使相逢 应不时啊 尘满面 冰如霜 这首诗写在什么时候 是他的第一任妻子 叫王福 死了十年之后 我自己反正眼窝子比较浅 我特别受不了这种导王诗 我自己特别喜欢 另外一首导王诗是 蒲聪林的 蒲聪林那首诗 其实就四句 叫 欲患墓中人 搬金素帆渊 就有一次 他经过他夫人的墓 欲患墓中人 我想把你叫醒啊 搬金 就是把墓前的荆草 吕顺 坐下来 搬金素返冤 我跟你说说 你走了之后 我过得好苦 百寇无一应 泪下如流泉 一遍一遍地拍着那个墓 怎么不答应呢 眼泪啪啪地下来 蒲聪林的事 就这样的人 他人生的意义系统没问题 因为他深刻地和他身边的人 事和物 在连接着 如此的深情 所以我们看苏东坡这个人 我们不用光看到他 框打的那一面 好像都丢得开 不 他恰恰是丢不开 他深度融合在他的社会网络中 他给王府写过导王诗 给他的侍妾昭云写过导王诗 当然我最喜欢的苏东坡的一首诗 其实都不是那些特别有名的诗 是这么一首 叫人老沾花不自修 花硬修上老人头 罪归福禄 人应孝 十里株连 半上钩 什么意思呢 说我这个老人家呀 也是不自觉 我在路边上掐了一朵花 我戴在头上 我倒无所谓了 但是花我觉得会有点害羞 我就这么走 我还喝酒 我还喝醉了 喝醉了之后呢 还有人扶着我 路上有人看见我笑 说苏东坡喝醉了 头上还戴着花哦 结果呢 往前面十里路上的人家 都把那个珠帘给卷起来了 都跑出来看我的洋相 这么一首诗 哇 好一幅人间美景啊 一个老头 他的心灵的那种细腻 那种感应能力 是一朵花 他也能感应得到 花的心情 他也能感应得到 自己的醉态 看在别人眼里的 别人的感受 他也感应得到 甚至是十里外的人的 那个气场 那个反应 他也感应得到 这是苏东坡 苏东坡和人 和本地 和附近 联系 并融为一体的能力 是惊人的 他到哪儿 他都能这样 所以为什么 他一路被贬折 被驱赶 被迫害 这里不让你住 哪里不让你住 他没有那么难受呢 他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崩塌呢 我觉得这个能力 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和附近的人事物 连接起来 在惠州的时候 有一次 他也是被赶来赶去 在惠州有一个叫 嘉佑圣 然后他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他说 他说那天 我就走山路 我就看这个嘉佑圣 然后哎哟 实在太累了 足力疲乏 私欲旧床止息 我说这个爬山太累了 我说爬不动了 岁数太大了 我就想坐下来歇歇 然后我一看 哇我要去那个地儿 还好远在那个山头上 来 他说了一句话 说一位如何得到来 我咋能得到来 我岁数这么大 我爬不上去了 良久忽约 我想了好半天 我突然说了一句话 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 我就不去了 我就在这儿待着 不行吗 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 由是心若挂钩之鱼 忽得解脱 突然想明白了 我不要了 我就在这儿待着 此地生好 这是苏东坡 到哪里 就融合在哪里 这是苏东坡 所以苏东坡被赶到海南岛之后 你去看那个历史的记载 他跟海南岛呢 他忙活着呢 叫当地人打警 给当地人治病 叫当地人读书 没有书自己编讲义 跟当地人喝酒 忙着跟当地人做菜 跟当地人融为一体 他没有一点点 从大陆来的 史达夫的那个架子 非常好的 那个人际融合度 所以 你就这么想啊 海南岛当时在中国文化当中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对吧 就是贬折的人才去的 那个苦点 不要以为那个时候 海南岛是今天的海南岛 旅游胜地 没有空调的 热死你啊 蚊虫 瘴气 不通文化 没有朋友 那是一种 对知识分子来说 是一种何种苦行 但是苏东坡后来不是 在松徽宗上台之后 他不是预设被还 他就回来了吗 回来有人问他 说怎么样啊 海南岛 苏东坡说 说了一句话 说风土极善 人情不恶 说那个地方好着来 人也不错 你能想象一个 俄罗斯知识分子 被流放西伯利亚 然后沙皇让他设还 回来的时候 别人问他 西伯利亚怎么样 他能说这八个字吗 风土极善 人情不恶 可能吗 这是苏东坡 所以他去海南岛之前 他写了一首诗 这不是他诗后啊 他去之前他就这样 他去之前说 他年谁做余地治 海南万里 真无相 因为他觉得他回不来了 苏数太大了 贬到海南岛 再不可能回来了 以后啊 历史上哪个人 在写余地治 就是写地理书 你就告诉他 就说我苏东坡 我就是海南人 海南万里 真无相 怎么个人 到哪儿就跟当地人 融成一片 所以你看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叫鼠目寸光的精神 对吧 我就看我周边这一笑 我吵谁都挺好的 这是苏东坡 他其实到死 都是这么看这件事的 他死之前 几乎是他最后一首诗 心似以灰之木 深如不济之舟 温如平生工业 黄州 惠州 丹州 我这人活得一塌糊涂 怎么都不怎么样 搞来搞去的这一辈子 但是女儿问我 女儿问我 我这辈子干成什么事 我告诉你仨词 我贬折了三个地方 黄州 惠州 丹州就是海南了 这是他到了 摄环大陆之后 他去金山寺 看到自己的一个画像 他在自己的画像上提的是 提字画像 说老头啊 你这辈子可算是干成点事 黄州 惠州 丹州 苏东坡不是在吹牛 苏东坡去之前 整个海南岛 是没有人有文化的 苏东坡去了之后 海南岛在有宋一带 出了十二个进士 第一个进士 就是苏东坡在当地带的学生 真教啊 真为当地人好啊 中国古代有这么一种 叫贬折文化 贬折文化最璀璨的地方 不是你携几手 歪尸 叽叽歪歪 怎么又欺负我了 不是 贬折文化最灿烂的地方 是一个人到了那样的穷相辟 然后把那个地方点亮 韩玉和潮州的关系 柳宗园和柳州的关系 全是这样 苏东坡和海南的关系 也是这样 所以 这个兄弟俩 他俩也不太一样 比如说 宋徽宗给他俩 苏哲 苏氏 这两个人都是贬到南方 然后就说 我上台了 有才能的人士 咱都回来 然后呢 给苏哲下这个令 苏哲就跑得比兔子都快 就是说你到湖南待着吧 本来给他叫永州居住 在湖南南部 苏哲就先跑到湖南的北部 因为他的政治 那个敏感度很高 知道皇帝会饶了他 跑到北部 果然朝廷说 你得往北挪挪 到北部 刚到北部 说你随便住这个地儿吧 他就跑到哪儿 跑到河南许长 就等在开封旁边 我有没有机会 但是给苏哲下了同样的命令 苏哲就一路慢慢地走 一路慢慢地走 就没有那么着急 但不是说 这个两个人 一个特别醉心于功力 一个特别旷打洒脱 其实不是 苏哲和当地的融合度太高了 咱们你说给弄西伯利亚去 你说有这么一个调令能回来 是不是 杜甫当年那个诗还记得吗 漫卷诗书喜欲狂 青春作伴好还乡 对吧 那肯定是吗 你回家嘛 哪有不着急 苏哲没那么着急 就是因为 它跟周边的那个 融合度非常好 对 人力学家湘彪老师 有这么一句话 说意义这个东西 其实也没有什么高深的 意义必须在自己和他人的相处中 浮现出来 所以苏东坡可能一生确实没有什么幸福感 但是他的意义感真的不缺 你别以为你折腾他 高开低走 他就没有意义感 他通过和周边人 他人的相处中 那个意义 像涌泉一样 喷波而出 多高兴啊 我想想我要是那样 我也挺高兴的 今天跟当地人一起打个警 明天实验做一种肉又成功了 后天又教两个小学生又出来了 他不是天天想着 我能不能回去啊 皇上怎么想我啊 找两个朋友打听打听 开封那边到底咋情况 他没有这些 他跟附近融为一体 人的意义生命 不是像我们这代人想的 是被一些远的东西 你看我们这代人 一说什么东西好 叫什么 诗和远方 谁告诉你的 金出人哪 所以向彪老师这句话 如果用中国古典诗词翻译一下 是哪几句啊 我觉得是艳书的这几句词 对吧 满目山河空念远 落花风雨 更伤春 不如连取眼前人 回家对自己的爸妈 对自己的另一半 对自己的孩子 对自己的邻居 对自己每天走过路过的菜场的 那个卖鱼的大妈 好一点 这是我们的意义感 最坚实的来源 这就是苏东坡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我们今天一样可以用 但是啊 话又说回来啊 如果我们只是这么理解苏东坡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把它过于全入化 这个人不就是随遇而安吗 这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没出息呗 就是个鼻涕虫 对吧 谁踩他一下 他迅速又能弹回来 这好像没有什么高境界 苏东坡有今天的这个地位 一定靠的不只是这一招 对 我读苏世诗讲的时候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招 他不仅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 刚才我们说苏东坡的世界里 没有确切的原则 没有稳定的价值观 但是他用了一招 什么招呢 就你不是说我不够远吗 不够远大吗 来 看我手段 我给你看一更远 苏东坡这一生 他跟一些锚定的坐标 全部是什么 全部是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 月亮啊 把酒问青天那个东西 对象啊 大江东去 那个长江啊 他这一生锚定在这些大坐标上 这是苏东坡 说实话 如果 朱刚教授称他为是 中国人的灵魂工程师 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编码者 他把大自然的那些不变的物像 编织到了中国文化的密码和语码之中 这是从诗经开始 经过陶渊明这样的人 经过李白杜甫 李商银杜牧这样的人 经过到苏东坡这样的人 是中国几千年的文人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们把一个一个的客观的 亘古不变的物像 编织进我们的文化 然后赋予它意义 因为它永恒 这就是苏东坡干的一件事情 对吧 比如月 打江东去 然后最后也是回来 一尊还泪江月 对吧 他这一辈子 那真的是跟月亮就干上了 也是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这样的不断的 几千年积累的不断的解码 把物像 把那个其实跟人没有关系的物像 编织进一个文明的意义系统 你会活得很不好的 子孙们是丧失一笔巨大的财富 我经常开玩笑讲 就如果没有陶渊明讲 采菊东篱下 给了菊花这么一个意义 如果没有这首诗 你说我们这代人提到菊花 是不是特别不堪 菊花这个词 是被陶渊明在两千年前揪了的 我们这代人会把它糟蹋掉的 但是因为陶渊明太伟大 我们这代人太短暂了 所以我们掰不过来 所以文明是一个鱼马系统 鱼马系统是建立在那些 永恒不变的基础物像上 春 江 花 月 夜 为什么这首诗能够孤篇贯圈堂 就是因为这些基础物像不变 我们回到一个场景吧 元福三年 公元1100年 六月二十号 这一天 苏东坡得到了朝廷设还的诏书 从海南岛深夜坐着一艘海船 回到他的大陆 回到他的故乡 此时他63岁 然后在船上 他写了这么一首诗 参横斗转 御三更 苦雨中风 也解情 你看这个淡淡的欢喜 天上的星斗 转啊 转啊 深夜到了呀 苦雨中风也解情 我这一心的满天的乌云 就算啥子呀 转轻了 云散月明 谁点缀呀 天容海色 本成青啊 挺好的 你看 这天 这海 一片澄清 一片明镜 空于卢索成福意 卢索是谁呀 孔子 山东一老头 空于卢索成福意 孔子当年就想坐个船出来转转 不想我 今天就是这么个状态 好得意啊 粗石轩辕 奏乐声 轩辕谁呀 皇帝 奏这个乐 先传 我今天也是这么个意思 久死难荒 无不恨 我真要是在海南岛死了 我也没啥可恨的 此由其绝 冠平生 我这一趟来一个海南岛 我这游玩这一趟 跟去一趟环球影城和迪士尼 也一样 挺好 免门票 我特别喜欢这首 我特别喜欢这首 那个夜晚 苏东坡六十多岁的老人 意外之喜 没想到人生还能回到大陆 在海上 海上升明月 照着波光淋淋 他的船一点一点 在向他的故乡移动 然后他看着天上的星斗 看着风 看着雨 看着天 看着海 海上升明月 心里想的是一千多年前的孔子 和更加古远的皇帝 他没有看向大陆 说到那会怎么样 他看看自己的身后 说这样在这死了 我也不恨 挺好的 这一趟 这是苏东坡 苏东坡跟那些大的 永恒的东西在一起 以他们为坐标 你会发现 这个事情就稍微变了一点 苏东坡这一生 你发现他写的所有的东西 喜也好 悲也好 乐也罢 没有特别激烈的情感 都有点淡淡的 你看 是不是淡淡的 也挺高兴 跟我刚才讲的 杜甫那个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就完全不是一个气象 对呀 人间什么事 你放到那么大的坐标尺度里 你还 你还激烈个啥呢 那个价值 那个意义 一下子就被冲淡 然后 立即你的个体 你的短暂就融入了那个永恒 在场的各位 你们拿到了苏世诗讲这本书 我特别强烈建议你们至少要把第一章给读了 第一章就提到了月这个印象 今天也算是苏世诗讲这本书在得到的电子书首发 此刻还在看直播的 我现在不知道多少人 如果 你有得到电子书会员的话 我强烈建议这本书 你至少读第一章 这一章里就说了这个印象 叫月 月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印象 你说苏世诗谱那一代人 他知道月亮到底是个啥吗 他不知道 我们今天也不知道 我们今天中国也就是绕路寻 对吧 对月亮 月亮到底咋回事不知道 他反正永远在 他是一个永恒之物 这就是理想 理想不是用来实现的 理想就是刮在那的 你不用知道它是啥 理想不是用来触摸的 就跟月亮一样 月亮是在你迷航的时候 只要你是一个航海者 他会借你一缕清光 指点你一路前程的 把理想挂在嘴边的人 就有点想像抱着月亮 这个姿势其实挺难看的 理想是挂在天上 你自己每一次人间的 微小的选择 能够受它的影响 完成一点点的偏行和较证 这是理想真正的用处 对 说到月亮 其实苏东坡那么喜欢 月亮这个意象 八九问青天的那个问啊 明月何时有啊 是因为月亮这个意象 在中国文化当中 还有一个特殊的意思 不只是挂在天上那个 有一个词 叫万川映月 就是 月亮在天上 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存在 反正它到点它就出来 它就挂在那 那个样子它也不变 特别永恒 但是呢 月亮跟我们之间 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联系 就是天下的 每一条河流 每一口古井 每一盏酒杯 都映得出那个月亮 它那么永恒 我这杯酒那么短暂 那么瞬间 但是没关系 我照样可以把月亮请进来 融入我这个短暂和偶然的 小结界里面 这是月亮这个意象 在中国文化当中 特别有趣的一个 哲理思辨 苏东坡 它应该一辈子都特别沉迷于这个思辨 就是我是很短暂 我是很渺小 怎么了 耽误我去跟那些永恒的东西在一起吗 它们难道不能融合吗 这之间难道不通吗 来 看证据 苏东坡的赤壁妇 他说的就是这个 他跟一个客人 在赤壁在长江边 一条小舟上 俩人聊天 这客人摇头晃脑说 这个世界好短暂 牛人又如何 都好短暂 苏东坡就说 说客一知福 水于月乎 你这个朋友 你知道水和月亮吗 你知道 事者如私而未尝亡也 营虚者如彼而足目消长也 就说啊 这个东西你要说它快 它也快 但它真的快 它就不消失了吗 这个东西是辩证的 你看它怎么论证啊 盖将自其辩者而观之 则天地曾不能遗顺 你非要抬杠说这玩意 就是变动不拘的 那天地也就是一眨眼 整个宇宙到今天 也不过一百三十七亿年 当时苏氏不知道这个了 就是很短暂 那自其不变者而观之 则物于我皆 无尽也而有何先 你要是说它不变 它也就不变 对吧 所以呢 且伏天地之间物各有主 苟非无之所有 虽一猴而莫取 唯江上之清风 山间之明月 而得之而为生 沐浴之而成色 取之无尽 用之不洁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而无与子之所共事啊 这些东西我们都能有啊 永恒和短暂 那是通的呀 把这个道理想明白 你就舒坦了 然后赤壁腹的最后一段 就写 他和那个朋友 两个人 可喜而笑 喜展庚拙 咱再来一杯 又喝 然后 摇河寂静 背叛狼起 喝的两个人都 酩酊大醉 相遇 枕极户周中 你靠在我的大腿上 我的头 也甩在船帮上 枕极户周中 不知东方之祭拜 连天亮了 我们都不知道 舒坦了 把这个道理想通了 就舒坦了 对 苏东坡在黄州 他的贬折地 写下这首 赤壁腹的时候 他的人生意义的 基本的支撑系统 就找到了 所以支撑他 一路在那么 黑沉沉的路上 一路向南走 然后自己作为 中国文化史上 那颗璀璨的星景 一直在往天空中升起 这就是苏史 我们经常说 人生没有意义 无非就是这么点事 永恒的东西 觉得自己追不上了 高开低走了 想摆完年薪 这事好像有点难 要么就是眼前这点事 有没有价值 我打一局 王者荣耀 是不是好像被旁边人 也不太看得起 我们这点纠结 不就是这么点事 苏东坡给出的解决方案 我今天想挺好的 打王者荣耀 你好好跟对方打呀 那不是王者荣耀的事 那是个人的事嘛 他一定是你的朋友 你对他好一点 你眼前不要有别人的不是 就是你享受这一刻 和对方的那个融合 然后那些大事 那些大事 大事太小了 什么百万年薪 什么公司上市 什么创业成功 有月亮大吗 有大江东旭壮阔吗 那些东西才真的大 对 所以苏东坡是个什么人 是一个调教师 对吧 你觉得已经很近了 不 我还调得比你更近 微距 你觉得已经很远了 不 长焦 咱能看到月亮 所以通过这种大型的这种调教 其实苏东坡为什么能够扎根在中国人的心中 说到这儿 真的要为中华文明说几句话 这中华文明 它不是我们的老祖先 已经逝去的那些人 写了一些诗啊 词啊 留在地下 然后国家拨一笔经费 去考古 几个老先生捋着自己的常然 一点点去研究 跟我们没有关系 不是的 中华文明是一个巨大的意义系统 其实以苏世为代表 中华文明就是干了这么一件事 把那种远距离的客观的永恒的 壮阔的 远远超越于我们生命的物象 用诗 用词 用文 用圣人之言 用我们心中会凛然的那些话 编织进我们的意义系统 我们中国人看月亮 跟一个美国人看月亮 当然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我们每到中秋的时候 我们会思想的 我们思想的方式是 吃一颗月饼就能缓解的 美国人 他享受不了这个 而这个东西 它是几千年积累出来的 编织出来的 在特定的误后 特定的所在 特定的情境 特定的心绪下 我们中国人都有解决方案的 这是苏世之前和苏世之后 我们的先哲 为我们编织的一个意义的大王 当然 中国人还按着另外一个方向 往前走得很深 我们太知道 人和人怎么相处 我们有各种各样处理 近的关系的原则 智慧和技巧 儒家那么多年 搞的就是这个 尤其是早先的儒家 人和人应该怎么相处啊 怎么当爹得有个当爹的样子 当儿子得有一个 当儿子的样子呀 儒家的这种探索 包括苏东坡这样的人的探索 这一近一远 构成了中国文化 所以身为一个中国人 我还真是觉得挺好的 谁也不保证我们 存在股市上的钱 明天不跌 我们所在的公司 老板明天不跑路 这都保证不了 但是有一件东西 我们是保证得了的 就是任何困境和困顿 我们的老祖先 都通过文字 通过这种物像之网的编织 给我们构建了意义的解决方案 所以回看传统文化 这件事情 它不是仅仅是任何人的号召 它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身为中国人 而且清晰地自觉地知道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的真正的财富 顺便宣布一件事情 今天得到的中国文化 传统文化频道正式上线 谢谢 我们会在这方面 在知识服务上 做更多更好的产品 我们只是拿这个频道 向我们的用户 表达这么一个主张 今天说了这么多 说了这么多苏东坡 如果用这个广告来结束 显得有点尬聊 所以我就找啊找啊 今天讲了这一近一远 讲了这一小一大 讲了苏东坡人格当中的两个bug 也讲了他的两个解决方案 有什么样的句子 能够把这个总结了呢 天不负我 让我找着了 张爱玲的一句话 海底月是天上月 眼前人 是心上人 祝所有的得到同学 中秋愉快 谢谢 这就是本期的启发俱乐部 是我们最新受到的启发 来自于朱刚教授的那本 苏世史讲 节假日期间把它读起来 好 最后我打个广告 和这期节目没什么关系 正好直播间里应该还有一些用户 从这周开始呢 我们得到的人力资源团队 就要去几所大学 北京大学 北师大 包括将来 下一周 可能去人大 去中国传媒大学 去清华大学等等 我们要开始一次设招 这是秋天的招聘 我们希望 就这一代年轻的大学生 如果喜欢做内容 喜欢做学问 同时把做学问也做为自己的职业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公司 那为什么这么提前要做秋招呢 我们希望发一个offer 现在就替你把这个工作就定了 别想三想四的了 就来我们这儿 那这一批秋招的学生呢 我们主要是招聘内容方向的 就是做内容的 做编辑 比如给梁林老师当编辑啊等等 那招来之后呢 我们会有几个月的培训 那培训的方式呢 就很简单 就是我带 我们一共只招20个人 然后围绕我 我们搭一个班子 然后未来几个月 我和你一起 咱们朝夕相处 去做内容 做手艺 将来能不能留在我们公司 你自己定 但我们确保 在未来的几个月 我们朝夕相处 帮你打造出更好的内容的手艺 希望对你有用 所以如果 看得上得到这个就业的机会的话 各个大学的这个同学 希望你们奔走相告 如果你家里有在这几所大学 读书的孩子 或者是你朋友家里有这样的孩子 也帮我们宣传宣传 好 谢谢大伙 好 这就是本期的启发俱乐部 下周三呢 我将请出我的同事 作家 贾航家老师 继续产发我们今天的话题 文化艺术 到底有什么用 这是贾老师非常擅长的题目 好 下周三晚 启发俱乐部 我们再见 谢谢你们选择了终身学习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